为了替星期六即将开幕的花博暖身 今天下午由夏姿展出了100套跟花博相关的春夏礼服大秀 100位名模第一次在林安泰古厕里面换装化妆 名模加上化妆师、发型师加上助理、一律瓶等 都在这五瓶大小的三合院走廊里面化妆 彩排的时候很多名模当场傻眼 脚上瞪着三寸高跟鞋让走完这个几乎是 看不到编辑300公尺长的舞台 不止模特紧张 连秀岛都在现场紧张的叫了起来 造型师一手拿着喷嚼忙着打理造型 立一头拿着笔刷细细描绘妆 恨不得自己多一双手 为了这一场超级服装大秀 100位model大阵仗 后台简直忙翻了 还有马甲 所以我偷到我都要整个就是一直挺着 动线非常的长 所以其实走回来 其实脚已经快断掉 这可是名模们的第一次 百位名模全聚集在五屏不到的空间 而且是在三合院的走廊搭起棚子书画 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还有还有仔细看化妆师加器材 两个人的距离不到50公分 连互相闪生都是大考验 秀岛催促人员赶快上阵 因为这百位模特是大阵仗 彩排加化妆就怕时间来不及 九二 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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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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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头现场叫号 诶九十三号什么 不见了 原来是外国人听不懂 夹杂中英文 让model安全上阵 工作人员确认 再确认 因为这百位model就向大军压阵 为了花博大寿动员百位名模 里里外外全都忙翻了 中英新闻台北 综合报道